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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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的 因為之前我選完 很多女生問我意見 有沒有提示給她們 所以我相信今年她們都可以 把這個機會去參加 我覺得近幾年的感覺 未必再要回以前 要一號叉腰 二號微笑 我反而表現到自己的性格 是最重要的 每一年的港姐的性格 或者風格都不一樣 我反而希望有更加不同 更加新的港姐可以出來 我覺得她進步了很多 是因為我記得 第一次跟她見面的時候 我以為她只會說英文 所以我盡量都希望用英文跟她溝通 但後來她跟我說我都希望可以 說多一些中文跟妳練習 所以之後我們的對話 基本上都是用中文去溝通 而且我覺得她表達自己方面 都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她很好 我覺得是她自己的風格 因為 反而她這種不走不淡 帶給大家很多歡樂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